大考中心他们现在打算要取消 也就是大学指考选择题答错倒扣的方式 也就是说在未来很可能你答错不会倒扣了 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的副主人就说了 到底要不要取消呢 在这个月底就会送到给招生委员会的联合会来进行决定 目前他们倾向的是在未来是不倒扣的 那么最快明年7月份指考就可以上路了 这样的做法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因为有高中心就说了 一旦选择题答错是不倒扣 他将会大胆来猜答案 为的就是以达到高分为原则